國內本土四條傳播鏈 只剩下桃園機場相關的傳播鏈 仍在增加 桃園 西堤牛排群聚又新增六人確診 有意識強調 臺灣不可能將病毒清零 而指揮中心也公布前五十例 感染Omicron的康復者 平均住院天數十二天 症狀是喉嚨痛癢為主 國內新冠本土疫情目前四條感染鏈 只剩下桃園機場相關的感染鏈 仍在增加 西堤牛排群聚週末有新增六人確診 包括三名顧客及三名學生 為染疫公讀生傳染給同學和家人 對此有醫師認為 年輕族群染疫大多為輕症或無症狀 現在最擔心的是 年輕人將病毒帶回家 再傳染給尚未施打疫苗的長者 醫師強調臺灣不可能將病毒清零 尤其Omicron症狀跟一般感冒類似 都會出現頭痛流鼻水等症狀 如果沒有篩檢根本難以分辨 要預防病毒只能靠接種疫苗 Omicron疫情延燒國內至今總共定序出超過三百個個案 指揮中心表示 前五十例感染後出院者 從發病到劫隔離 住院天數介於十到十四天左右 平均需要十二天 而症狀則是以喉嚨痛癢為主 記者大水美吳家寶 台北報導